我們手有一個圈的感覺 圈 旋轉的感覺 一定要把這種感覺做得很絕對 那對方我們高的時候 是啊 如果我1米6 對方1米9啊 怎麼打這樣望上去 所以我們這個練習 是練到我們手有一個圈的感覺 那麼對方你再高 最起碼的頭啊 打上面對我沒有影響 你就儘管打 所以我們的手圓圈 換一下那個手法防解到頭為止 這個是練我們的功力的 張全是練功力的 不是練功力的 我們那個手就把練按摩 張全練 如果說 比如說你自己再加一個人 可能對方不能做好的 對方空氣 就是這樣子練 可以空練 空練只能做你的尺寸 不能練 不能做到那個精力的 一個人練不到 內架全力一定要對面 你看每一個沒有 內架全力對人可以 可以練得很高 對方 我們當做可以做尺寸 做到尺寸 做到尺寸 但是呢 我們在練功力 在練那個感覺 就是 要練這一點 才能練得出來 我們叫胃鏡 把那個鏡給你的 看剛才有胃鏡 好了 胃鏡說喔 手是這樣子 那麼能懂鏡 是把那個感覺帶給你 所以一定一定要對面 就是其實 不要入人裝也是 不行的 面穿的效果 入人裝只能規範了你的尺寸 你的手的 連貫性 還有你的身法 物法的運用 不能叫什麼 就是這個 跟 跟這樣子 一個互動呢 就是兩合適合 他沒有給你勁 他只是站在那邊不動 對 對 但練勁要對 而且要找那個 大概相當 是的 有力還是有技能嗎 至少他有力 要來有情況 他就沒有用 當還沒有很好的 就掌握的時候 一定要比子高 當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高的你都可以學習到 低的話 你可以通過他的正確 或者他的一種 一種做出來的一種狀況 你能重新得到一種啟示 一種學習 比你高的話 你做不到 那一個可以說 這樣子 這樣子 能練習 能做得到 所以呢 就練習了 這個過程 先能掌握他 控制他那麼後面的話 再去 再去 對面 對面 到一定程度裡 無論對手怎麼樣 這個問題 剛剛我發現了 就是 我們在大陸的時候 那你可能在示範的時候 幫你 轉 推出整 就是完整 這個整體 到定位的時候 你的 手的那個 氣 還是 保持在那邊 對不對 但是你並沒有僵硬 沒有 沒有 因為我感覺上 就是你的手 好像 怎麼講呢 很 除了沉重出來 就是 就是 蠻 也不能說是硬 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移動你的手 之前說 鴨丹橋 怎麼練那個 鴨丹橋 就是那個橋手 所以我們怎麼練那個橋手 就是練到 我們把身體的重量 灌注到手臂裡面去 把那個氣 把身體 灌注到手臂 手腕裡面去 所以我們肌肉是沒有空氣 放鬆的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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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放鬆 還要膨脹 好 膨脹 膨脹的氣 氣膨脹 不能 不能 撥住 撥死他 不行 你看 所以張拳 如果你能擊力能行的話 你可以隨便張 我是好像完全沒有 發生什麼事情 那樣的人 不會 自己一定不會 練法 就完 所以王內的拳 一定是很平靜的 我不會練到 他不行 所以練拳 我們是簡單的 最簡單的 就是 我們在 在 對面一樣 在做動作的羊 起刮身體 不會覺得特別痠 很累 雖然有這樣的感覺的話 有一些東西沒有掌握 比如說 如果 你一直把氣 灌注在你的手上面 那久了 你不會覺得累 沒有啦 沒有啦 很放鬆的 你看 你看 就是這樣子 我還可以裡面說話 還可以講話 你看 所以我一般 轉不轉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我是帶著那個意義來抓 為什麼呢 我用轉的意義的話 我可以選擇 創透 出去 你看 一進 可以去到全面 我可以去到全面 可以 所以我們出全有什麼感覺 所以說 是不滿 不滿 就是你覺得很難 那個力啊 突然的時候 我們就 還有力 就是不要點天花 上面還有很多的感覺 是這樣子的 就是 我只要把那個 在集中的時候 我的力會 很大 可以再多一些 再多一些 可能這樣加 能加上去 的感覺 我就說 不行了 然後最後一下子的時候 還有一種保留的意思 嗯 其實怎麼說 因為這個是 感覺是 因為是放鬆的 所以我們在出全的時候呢 整個身體 是一種鬆弛的狀態 當我們身體的這種 關節的收縮啊 再強一點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會 會再大了 所以我們感覺 會有一點 再多一些 再多一些 我們會加力 所以剛才我跟張全的時候 你看到 我加力 我身體沒有做任何的 的改動 任何的變化 其實這樣 加力 加力 手在張全的時候 你看 放手拿 放手拿 那麼我就可以 加力 加了 這裡 這裡 就可以加力 不論一面手 一面手 一面手 加 加力 就可以加力了 這張手 就是這樣子 就可以加力 一面手 不會受 啊 我不想 我要比得起 弄一打 是放手 是這樣子 手 因為碰撞得多 碰撞得多 所以手 會結實 其實我的手 可以說 是沒有脂肪 沒有脂肪 一直能幹 只有皮 不痛啊 怎麼捏得不痛啊 因為皮跟肉已經離開了 這行為 怎麼捏得不痛啊 不痛啊 這個皮跟肉已經 一層了 能達到重 重 皮肉 對 對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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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都 皮是皮肉絲肉的 對 只是我的 當然我的皮比較少 然後他的皮 可以拉得很長 所以這就是手的強度 夠不夠的 你看啊 為什麼那種 動物 貓 狗 獅子都好 或者兔子都好 為什麼他媽媽 他們沒有手 他要把那小小的 他要把他帶進去 他都是小頸項 頸項都是皮 但是他皮很拉起來 對 所以他不會被拉得 啊 沒有 然後他就靜靜的 快快的給他拉 那種 那種 沙片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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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的皮 都是很鬆的 因為他們是鬥狗 他們是可以鬥狗 所以他們被咬的時候 他的皮是 最多是皮破 但是他 因為他神經線是貼著肉的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講起來就是 這個 所以我們越練 其實為什麼 我說拉皮拉皮 為什麼你越練你的皮 就會越來越這裡動 是 因為你們的皮為什麼 沒有這麼容易 還好有些痛 有些人的皮就 你一湊他根本就不動了 就是整隻滑過去 對 沒有皮 這麼通常這樣子的話 一個表現就是 你的手的強度相當 強度夠了 這手一定有能力的 承受的頻率 除了這手越結實 越什麼的話 你們承受的強度 就比較大 那強度並不是一個 我們主要依賴於他 就是我們無論 就算他不是主要的 但是我們也做到那個程度 我們就要用技術來化學 是這樣 吸收一點 吸收一點 其實是這樣子 能吸收已經 就很好 有時候呢 有時候聽了很多 覺得好像都合理 但是呢 一定要記住他 如果我知道的話 一下子 噢 因為太多 放音的時候 想不起來 那麼其實就是 有時候單單 單放音 是聽了也不足夠 最好就是 能夠機會去體會一下 去感覺一下 他的意思 那就比較容易一些 因為有時候 我常跟我說 有時候我們就上網看 那寫的人 看一下表達的意思 跟我們讀了之後 我們所了解的 未必是他們所想到的表達的 你要知道 能上網的 或者能傳上去的 並不代表我們一個人 都有很深的體會 不是能理解 他可能只是要玩一下 或者說他練到那個程度 就要熱鬧一下 那麼所以往上呢 要批判的來看 合理量 我們把它合理在哪裡 分解 分析它 那麼所以往上的東西 就要兩面看 但是呢 有一個東西就是 拳的這個東西呢 用文字的話 其實真的很難 很難受得很清楚 尤其是一種 比較出現的東西 或者是一種 思維裡面的東西的話呢 有文字不一定能 達到那個意思 所以 所以 有事情很長 你看完之後 好像沒有文字 也會跟他講什麼東西 是這個原因 所以以前 太極拳 他現在很多的 有很多 在皇宮 裡面有 有學問的人 都在皇城 一個皇宮 寫人呢 寫 我講那些都是在 跟太極拳的人 無人在學習 在了解的時候 才有此理出來的 辨學的人 什麼說 無論說 都會有文化考慮 因為他本身 他這種東西 不是說 你有一般的 推行得出來 必須有這個 文字公體很深厚的 或者說 他的用詞 用字很大為 很明國的才可以 等於是專業 你全然專業不代表文字的專業 我們想要高度的結合 必須要顧專業 才能解答 才能夠寫得清楚 讀的人才知道 他要講的是這個點 而不是越讀越 誤解成另外一個一個 是 所以 所以在此的時候 只是講一種意念 把它淋住 那所以只有意念呢 其他人不要把那種 普遍的 那種現象說 手沒有意 其實不是的 我們表現 表現是沒有意 但如果說 我是攤手的話 我這樣把它轉為你 因為 有時候 我還是在相用 這樣子對不對 對 那我要怎樣把它 轉為給你 我的攤手是這樣子做的 你的福 我的手是這樣子攤的 我的手呢 就沒有這樣做 我的手是這樣子做的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用力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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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力 再用力 打下去 壓 用 我的手就是 你壓他其實 你是這壓 你這壓 回去了 回去了 但是我通常說 就是 有些人嘛 他手足不夠 沒有辦法挖到外面去 沒有辦法這樣子 轉到這樣去 有些就是 本身 天生就是這樣子 沒辦法這樣子去轉 這個情況 有點 適俗一點 就是 可是很條件的問題 但是以我 你說你的 角度的問題的話 其實沒什麼 只要你就往內 進去 你的手 直 你就要這個多一點 如果你的手 不能夠直 我現在直 你就這樣子 你就這樣子 他就是整支的 往他一點 是 只要雲奎一直跟我們講 這有 我為什麼說一定 往 往內的肩膀 這個 這個平常是我們的肩膀 對 不是往你的中心 肩膀 對 所以 我這個 你們不是失落底下 沒有辦法 貼不到你的手 沒有辦法 把那裡 所以 如果 你沒有辦法貼到我的手的話 我的 我的意念就是 在你的 比方說我沒有辦法這樣子 我就是 比方說我沒有這麼軟 我就是意念在這裡 又在你這裡 所以 你壓我 當你壓我的手 像我現在不能夠填嗎 因為我不能夠管 那你壓得我很重 只要我是對著這個 你一壓的話 總會 總會 把我壓到你上面 那個攤手呢 其實我們看到 無論 哪一牆 一定是錯的 手 一定是錯 一定是斜的 斜的 這個攤手 這種線 一定是錯的 我們的種呢 可以盡量經 越鬆越往重靠 但是呢 手臂一定是最起碼的 要成直角 好了 直角的時候再往朝外一點 最起碼 就合格的 要成直角 一定不能這樣子 在地開手 就不對了 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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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朝外 你只要 這個地方 弄碼 一旋就它就會到尖 是吧 其實手 動不動的 這個手 一旋轉 到肩 因為你這邊旋 這邊就等於 再把這邊 倒進來 一口一旋轉 出來 另外一邊呢 現在張開手 都可以拉 對 你這邊轉 你不要說你往外 你只是轉 只只轉 因為它是這樣子 因為這邊被拉住 所以你這邊轉的話 它肯定是這樣子 會這樣子繼續去 有沒有多跨張眼 就變成這樣子 就是 其實剛才呢 這個攤手呢 是一種表現的形式 就是 不是人意的 什麼意思呢 你看 你的手 你還是扶著我 扶著我 我這樣子攤手 其實呢 你不會看我的手 這樣子把我的力 其實我全到這個地方 你看 那麼 是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人 你的手 壓下我的時候 壓 你看我的手 這樣子 行不行 壓 用力 用力 所以你看 為什麼呢 剛才 我剛才說到的時候 當你的手 給我力的時候 旋轉它 你有力 給我嗎 我把它 帶回給你 帶回給你 我不需要用這個地方 我用接觸的這個點 我們叫力點 把它 旋轉給你 把它 帶回你的手裡面去 好 你壓下我們這樣 一個cam drive 那種機械的 那種cam drive 它是那個 它一走 一走 一長 一長 這是長方形嗎 所以它一走的話 其實是從扁到長 到扁到長 到長 到扁 所以它一直 從扁到長 到扁到長 到長 這一條螺絲這樣 一直走 cam drive 這樣子 其實你會來 你可以想 比如說 如果我是做攤手 那 那 幫你壓我的手 這樣 正 在這裡 可以在這裡 把它放進去 然後往前 欸 多一點 再放進去 走 走 走 對 所以呢 那你說的 再手換了 往前 欸 對啦 你看 現在好多了 但是我沒有感覺到 我把你傳給你 你這個 你傳遞是用這個意念來傳達 我是用手 你看我手也沒有動 但是我用這個意念管 很細微的 一個很小的動作 其實這個動作呢 並不是說 它一來了這樣子 就行 這個說明什麼呢 這是我們的手 承受的強度 承受的能力 在你相當的時候 我還能導致我病 我會輕易被你打那個手 變形 所以我們是從內在的一種關係 來解釋它 它是可以承受這樣的強度的 當然啦 我們在練的時候 學會這樣子 但你給我一點 我走啦 你一點 立刻我就已經變化了 我還會當你在 這是學習的那種體會 嗯 就是說 我 我們練的時候 我們每次幅度是比較大 但是用的時候 就是那種 就是一點點 像我們幅度可能轉到這麼多 讓它這麼多 但是我們就 就這麼一點點 我們學的時候 就這麼多 這麼多 但是我們又 那一點點裡面 就已經是 就已經有那個 效果在那邊 因為 你把整身的功力 都已經放在你的手裡面 然後你加上一點點動作 它其實都已經能夠發出去 這樣子 對吧 是不是 可以這麼說嗎 對 是這樣子 所以呢 其實我們放出來是 我們說的 很放 但是呢 手 情緒是一個晃衝嗎 晃衝 剛才說一切都沒有發生了 沒有 你不用聽 但是呢 如果你明白晃衝的時候 剛才一切都會用 放出來 放出來 這個是外形的 動作上面做的 那個呢 是內在的義 來駕馭 我們怎麼會是 義神 那個結合 是這樣結合 手是這樣做的 所以呢 整個手的那個動作 不要看的時候 一個簡單的 憨手 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到時候 那人講十二次的話 我看 講得不完 十二次的話 十二次都已經不講了 講過完了 對 因為呢 成能我們說 憨跟其他不同地方 我們很講解 那個叫力點 力絕 力絕 比如說憨 力絕在這裡 力絕在這裡 哪一個絕 感覺 對 這個 力絕 但是一碰到那個點 對 力絕 這個手臂在有四個 好 好 點 手上扶持 點 今天在哪個地方 那來手防守 點可以在這裡 可以在這裡 處 處都是點 對就可以 力絕不要錯了方向 比如說我們剛才說的 如果你這裡的話 就一定會劃掉 你看 我在扶手的時候 如果你的力絕在這裡 就不行啊 還要在這裡 所以呢 我們這樣力絕 就把那個 一定把這個進回來 你看 你扶的時候 你看 如果我力絕這樣子 死掉了 用力 你看 你這樣扶手 你好發力喔 你看 你用力 再用力 再用力絕 你比我辛苦 比我辛苦 因為我用力絕把它吹出來 簡單說 我們發力 怎麼發 我們說放劍 這個彈手 從無音質 旋轉到食指 這個勁是這樣子 旋轉 怎麼意思呢 這個手呢 我 我 這樣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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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村 對 所以我們經常會用 現在真的是 原啊 是 無音質 簡單說 這裡 這裡 另外 我們用 用那個幾何的時候 是 圓心 圓周 方式 但我 他說 真的是圓心 他們壓著圓心 就不動耶 但是 當你壓著 人家在肌肉的輪子 外側的時候 欸 你不行啦 對 看著 我壓這裡 你看 你的圓心在這裡 對 我壓著你的圓的外向 形線 你轉在我 還是你的圓的外面 對 但是他的時候 你壓的時候 欸 這個圓心在這裡 找到圓心 圓周的圓 就是 他的外 就是那個 軸的那個外 跟那個心 那個外 跟內 對 對 所以剛才 有沒有手 是這樣子 做無名指 轉到石子 你看 你扶手啊 所以我認真 用力的話 你看 我的手 我的鏡子要把它旋到石子 嗯 用力啊 用力了 你看 你石子 指出去 對肩啊 對肩 旋出去 需要我做扶手 我認了一下 欸 想念喔 欸不是 你說做攤手是無名指 旋轉到石子嗎 那我是做扶手的話 扶手呢 你的手呢 你的手沒有旋轉啊 你的手沒有旋轉啊 那怎麼辦呢 你的手 我們說法力啊 圓圈是技巧 但是我們法力師 我們講架構 颱風吹過來 你是鋼結構呢 還是一個木房子呢 看你的結構呢 結構好 穩物的話 沒事 再搭一起 可以 我給你技巧 我施加給你的風 這種方法 你用這個架構來承受它 當然 我們承受的時候 能承受 不代表我們要像你做 你會變了 但你給你成就變了 變了 怎麼會在哪裡變 我這個手 扶手 扶手的時候 力點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 往著我的方向啊 承肩 墜走 吹到這個地方 欸 可以 聽好 放鬆它 這個地方好像一個牆 往前方 這裡 我手放這裡 頂我的手 對 頂這裡 這樣子 頂去 頂 你看 我這樣子嗎 你的手放這裡 我的手 頂 要沒有 要沒有 不是 現在他這樣也頂 是吧 停 所以呢 手是這樣子 怎麼會 平衡性 對啦 對啦 所以一定不能 如果你要用一種 手這樣抖 肌肉收縮啊 問題 放鬆它 你看 手指去那邊打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 你看是很平靜 我們在冒汗人群 對 我們在叫內徑 在叫內徑 所以就能叫內徑 表面上可以不動 水面可以很平靜 一下 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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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樣 對 對 這是一個內徑的下徑 好了 但我這個徑有架構承受 但是我架構 我也不需要這樣說 因為我無敵要化解你 要進攻 所以呢 你這個動作其實很簡單 我在給你勁的時候 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 力臉不是在這裡嗎 是吧 好了 你把它轉到這個地方來 轉到底下 把它來承 你看 沒有了 我給你勁的時候 你看 用力啊 用力啊 你看 沒有了 瞬間 自手 什麼字叫自手 知道嗎 好 這個手 一承 那麼在 這個手一承 承到手襪的時候 他手空了 空了 就其實我們一切都是講力點 你看 是吧 我們跟他練一切的話 我們其實沒有講 哪裡應該 沒有 但是我們應該把 把意念跟他拿出來 吐出來 是嗎 尤其我是到最近期才開始 我跟你講 才去 把 明白到說 比如說我們 接觸的時候 就是 把他接觸的地方 是那個軸 是吧 那之前我 我跟 那個軸 一直在軸 一直在軸 在中軸 就是軸 不是 不是這個點 不是這個點 是 其實呢 這個點 其實我們就是等於說 嗯 我們 像我們 你在 戰鬥的時候 我們可以全屋子的燈都開了 但是我們其實說 那個小房間 那個開燈其實 是很光亮的 是小房間 對 我不知道那麼多 我那個手 你可以全手 掛摩鏡 可以的 很厲害 可以啊 但是你相當多的 當然啦 如果你的力量 像 像 海洋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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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容易就能接得理解接受